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刚刚有了这样子一个预测 我们用趋势来去帮助各位做预测 这我想应该蛮容易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预测 什么叫预测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知道 2017年预计会有多少登革热病例数 2018年会有多少登革热病例数 对你的一个工作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举例来说好了 我假设能够知道颱风 我要是能够预测颱风到底来或者是不来 那我是一个 那比如说假设面包店 那我要面包可能是当天早上要去制作 但是你应该知道面包是需要发酵 那个酵母是不是就是放进去 然后它等待一段时间 那变成如果有台风天的话 那可能我没有客人上门 所以每个行各业可能都还是需要一些 那比如说预测预测 预测 而且要比较准确一点的 所以相对的 假如说今天他知道颱风会来或不会来 他是不是也可以在之前做好准备 所以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又可以再说一次 所以资料科学家将来因为具有这个预测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的事情 但是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他要拿到足够的资料 所以你们将来扮演的 如果没有各位好好的去收集这些资料 那么后面的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然后再后面更重要的预测就会失准了 所以你们的工作是真的很重要 那我再附带说一个小故事 就前几天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的这个大数据分析好好 可是他说好奇怪 我的工作好像不需要 他就说他的工作好像只要把资料整理好就好了 那我就说你是做什么 比如说他是做那个业务的 我就说业务不是要每个月算出来说 这个月跟哪几家公司顾客的往来记录 然后有没有漏死掉哪些客户 有没有增加哪些客户 这都需要做分析 否则的话如何评断这个月的一个绩效呢 所以他就说他光整理这些资料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原来他花了很多时间没有做整理 我就跟他提议就是说 其实整理资料是有方法的 那个方法 比如说办公室自动化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真的整理资料它是有方法的 那我接下来我还是要再继续跟各位分享 就是预测 预测 这个预测 它是预测未来可能的登革热的定例数 在讲义的第34页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先把这张图 我先把这张图 我先改成折线图 改成折线图的方式很简单就点一下 它就变成折线图了 就直接从直条图变成折线图 那折线图呢 折线图在这个地方 刚刚做了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叫做 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其实您看一下它 因为刚在直条图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这个趋势线 应该还是有发现 它有微微上扬的这个趋势 趋势就在说这种事 那预测呢 预测就是直接把后面 例如说2013、2014、2015给画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趋势预测 加入 这边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季节性 不晓得各位 刚刚我有没有念到这句话 它说 登革热 四年 一个循环 四年 一个循环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就直接把季节性改成四 然后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把四年一个循环 这根本就不用你算嘛 您会想要知道怎么算吗 不会哦 那就交给我们这些学者 来去研究就好了 然后怎么样可以更精确 有效的掌握 好 所以我们有一些什么关节合作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拿到2013年之前的这些资料 再加四年一个循环 它分析出来的结果 未来是慢慢的又下降下去哦 有看到这件事情哦 好 那当然 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信赖区间 就提供给各位来去做参考 可是 这样子的意思是指说 例如说在2014年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值 2015年是这样子一个数值 大概在3000多 然后到了2015年 2015年大概又降下来到1000 1300左右 然后2016年降到 比如说1000以下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事实 真实的资料来去做一个比较 真实的资料 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呈现了一个就是筛选 我可以先把这个筛选呢 清掉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把真实资料加进去之后 它会觉得 未来的这个数值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避开了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 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可能2014年 2015年 像气候不是年年八升 对不对 所以那些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因为它用了是这么多年 大概十几年的资料 来去预测出来 可能未来每一年的一个发生的数值 发生的数值 落在这个八百八千 这个数值就蛮高了 蛮高了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应该还是要把这个两年的资料先过滤掉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利用筛选的方式来去做 如何筛选2014跟2015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择年进阶 小于或等于2013 然后或大于或等于2016 然后套用 好 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这样一个趋势 是不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而且呢 这是有加了四年的一个模式 四年一波的循环 所以真实的数值啊 就直接呈现给您做参考 而且您到时候您可以写说 如果你真的不会写说 它是用什么什么工具 那至少你可以写说 就那个 Microsoft的Power BI 来预测 未来 例如说 我取 1998到2013年 这一些资料来去做预测 未来我们可能各年的一个数值是多少 我们不是希望说 你今天你就可以掌握到这些电脑的操作 因为到时候你回去再看这些影片 绝对大概也懂我在操作什么 而是你要听一个观念 你现在可能在想说 我手头上有没有什么资料呢 它可以经由这种大数据的一个视觉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分析 或者是您觉得需不需要得到一个未来值 如果有了这个未来值 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帮助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 那个 新北市 比如说 我举台北市好了 那万华区 万华区 口腔癌的患者 居全台北市最高 可能万华区比较多的人 有抽烟吃冰郎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所以看到这件事 结果呢 我们去做一个资料分析 分析出来说 万华区不是最高 假设它是倒数第三名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接下来去探索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从那个 例如说历年 口腔癌的一个人住 在各区的一个数值 然后去编列什么辅导计划的那个预算 因为如果说你把钱用在不对的地区 那是不是会比较浪费钱的情形 好 所以这提用该门参考 如何去算出来一个未来预测的值 这也是各位应该要懂 当你今天画完图之后呢 我希望你还要再去思考到未来 例如说当你今天跟主管报告 好 你报告说 这个月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你是不是报告完毕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多加多加一句话说 未来下个月 下个月是你猜的嘛 对不对 预期下个月 我们的登革热病例数也会得到控制 好 那理由是什么 如果说你可以再多把这个未来的事情交代一下 您觉得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要教你们一大堆这些大数据分析的技巧 而是说在我们运用了这些大数据分析之后 我们也许在报告上面 我们是清楚的呈现这样子的一个视觉效果 然后方便您跟别人沟通 感谢观看